讓我們一起用具體行動 促成主流民意的大團結 大勝利 美國回來再給大家報告 洪海創辦人郭台銘 起承訪美前 拋出主流民意大聯盟 隨後國民黨彰化線議長謝典林 宣布退黨 一舉一動都被外界視為 正式宣布參選總統的棋手勢 知情人士更透露 郭台銘宣布參選有三個可能時機點 第一個是8月8號返台當天 因為不只是父親節 還是他新書發表會 第二個時機點 則可能落在8月23金門炮戰紀念日 第三個則是9月13號 中選會受理申請 為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當天 而且還傳出 郭台銘對郭柯和依舊不放棄 大老闆做什麼事情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除非只有一樣 只有cost equity不合的時候他才會放棄 做什麼事情我們人可以規劃 至於成不成 常常都是老天決定的 一切都推給上天來決定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沒把話說死保留合作空間 郭台銘宣布參選 鑑在懸上對侯友宜來說選總統的路危機重重 對侯友宜來講 真的選總統的路前面非常多的波折 我先來請教瑞德哥 因為昨天這個網路媒體的民調其實做了兩種 第一種就是撒卡都的時候 侯友宜跟柯文哲大概差了4.5% 那麼在四卡都的時候 兩個人真的是追得非常近 四卡都已經可以算是打平了 一個21.6 一個21.0 那郭台銘是真的要算 他就是老四 只有16.4 不過目前為止郭台銘還是沒有放棄 現在所有動作看起來就是累參選 甚至旁邊還有一些人 就叫他要阻擋 叫92億黨 來這個名字一出來 可能會有很多追隨者也想要打是不是 沒有錯 因為92億黨 那是李正浩給人家開玩笑 雖然鴻海拿了92億鼓勵 92億鼓勵 但是要扣稅 扣稅了以後沒有92億 但是他會給你一個無限大的一個想像空間 那是一種希望 不要忘記 郭台銘在716大遊行 他第一個總統參選人出來這個演講的時候 現場是沒有虛聲的 還有還有人大喊乾爹 還記得嗎 真的很多網友都搶著叫乾爹 對不對 館長後來在網路上 郭台銘來留言的時候 館長是什麼反應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他會給人家一個 就是一個想像空間 而且他跟他的小編事實上有注意到這個事 大家我們一直在提他 鴻海鼓勵92億對不對 我也是鴻海股東 雖然只有一張 但是今年5.3不錯 你知道嗎 所以他才92億 可問題是他也注意到我們在討論他了 所以他特別講 他的92億的人生規劃 跟他兩千多億身家只留一成給他的家人 以後其他九成 那個我還記得他要取這個 曾馨寅的時候有一個那個表嗎 就是那個財產那個夫妻婚前協議承諾書嗎 給曾馨寅 曾馨寅真是厲害啊真是 為什麼呢 他是真愛 為什麼他連看都不看就簽了 他如果看了以後 他要是我也不取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是真愛嘛 裡面到底寫什麼沒有人知道 原來郭台銘在上面就直接寫 就是他的承諾 他的財產九成要捐給這個公益基金會 他只留一成 所以呢 那麼郭台銘注意到這個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七十幾歲 但是我有錢並不表示我有錢 就是我就是一個財大氣出的人啊 我想他要表達是這樣 郭台銘現在玩到這個捷骨眼 在這個階段 這幾天應該可能要見基辛吉了嘛 那麼玩到這裡 如果他不選的話 他會變成遺臭萬年的人 為什麼 我問你 那謝鼎玲怎麼辦 哎呀 為了他退的 而且現在謀士 現在不是只有的來自於宗教界的 來自於這個馬英九 那個當總統的這個相關的政務委員 這不是只有這個 他現在越來越大的謀士團 已經清一色來自於深藍 尤其是蠻有份量的 幫過很多人打過選戰的哦 他現在越來越大了 不是有公關公司 他的謀士 能成越來越大 而且他的陸軍事實上呢 比想像中要來得強 那麼現在包括我們都在講那個連署連署嘛 其實每個點怎麼誰去負責幹什麼都有 都已經幾乎都已經擺定了 就等一聲令下 那現在大概是什麼時間呢 8月8號郭台銘會在台灣新書發表會 然後另外823炮戰的那一天 紀念日他會在金門 這兩天可能我在想 可能會挑一個比較適合的時機啊 最有可能就是823那一天 823直接在金門 那因為陳昱鎮又非常力挺他嘛 所以最有可能是823那一天啊 當然有人才9月啦 不過也有相關的謀士給他這個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讓時間越拖到後面的話 你這一波郭台銘給人的感覺就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一波你要照浪者 要不斷的越照越大 你知道嗎 那個照越來越大的話呢 那麼才有那個效果嘛 他每次照一個浪起來以後 金門拉的這個柯文哲的手對不對 去那邊兩個人去跳海 跳旺的跳 你知道嗎 製造了相關的這個無限想像空間 大家想說你惹到在陛下好不好 兩個老男人 但是他成功了把這個所謂的 我可以合這個白對不對 只有我可以 其實他都不行啊 只有我可以 他成功的塑造這樣 但是我一直覺得 他一直沒有辦法延續他整個聲量 所以他回來了以後呢 那麼會一波又一波 整個台灣這個等於21個縣市 這樣每個縣市都會去走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可能要注意了 為什麼 侯友宜的走的步調 如果拜訪的地方 如果比較少的話 那就危險了 那剛剛那個民調對不對 最近這 做細卡度的民調 郭台銘是第四名 這不訝異 他還沒宣佈 他還沒宣佈 他16.4% 他16.4% 各位把郭台銘跟侯友宜 兩個人加起來 請問是多少 他們兩個人加起來 告訴你一件鐵的事實是37% 贏過了賴清德的33.4 所以這會給深藍的人一種想像 所以為什麼侯友宜跟金小刀 必須要趕快讓侯友宜的民調回到兩層以上 你如果繼續落下去的話 你真的很可能就被棄薄 就算你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算是2000年的這個連戰跟宋楚瑜 兩個人加起來不是遙遙領先阿扁 可是總統選的又不是過半數 總統選的是那麼在相關的這個絕對多數裡面 只要你第一名叫就好了嘛 那所以這次的情況也是一樣 那你說這個郭台銘會不會跟這個柯文哲合啊 只有一個可能 什麼可能 除非柯文哲他的民調 砰的暴跌 雪崩是夏娃道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以後一直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 才有這個可能 否則柯文哲 一個錢打二十四的幹 這票三十塊啊 我拿他算了 三百萬票九千萬呢 你知道嗎 他會放過嗎 另外一個更現實的是 如果總統大選選不上的話 區域立委政黨票 區域立委跟政黨票 區域立委民眾黨拿得到的可能性 為夫其為 但是他的政黨票 出估至少兩三百萬應該跑不掉 兩三百萬跑不掉的情況之下 我至少有八到十席的不分區立委 到時候民進黨能夠衝過半最好 三黨不過半 他就是那個關鍵性的少數 所以你想想看嘛 這就是為什麼他表面上在基隆 好像要禮讓國民黨 然後好像在什麼區 來台北市的這些戰鬥機 什麼叫戰鬥機 就是戰鬥籃裡面的小機 除了戰鬥機對不對 奇怪 戰鬥不是最應該出去打仗嗎 怎麼老是葉奔鼎 去跟人家求求你拜託你對不對 不要派那個他是一個策略上面的運用 所以柯恩哲那麼聰明的人 他絕對不是一個笨蛋 至於會不會被併購 就看郭台銘 能不能延續他的相關的招式 不過全台灣有能力在一天之內 21縣市同時把這麼多的看板 全部上去的人 只有一個人叫郭台銘 這大家可以感受到92億黨的威力了 藍石菊姐 我們來看到這個郭董的野心 其實大家都看一看都已經知道了 那像李正浩就說 這個有地方派系在旁邊 建議郭台銘直接組黨 那因為你組了這個黨之後 政治籌碼就會無限增加 那如果不分區拿三喜 你看你說這個周夢榮 就是周典論的女兒 雲林的這個張家俊 有沒有機會呢 這些都是談判上的超級大籌碼 其實講到這個 真的就是也呼應一下 剛才瑞德哥說的 我覺得真的講到重點 郭董現在如果不算 這些人應該不會算 這些人有的可能是接下來 現在已經保護看一半 已經準備要退黨了 如果接下來一棒接一棒的退黨 就到最後郭董沒有選 哇那這些人該怎麼辦呢 如果郭台銘沒有選的話 第一個跳起來的是那個啦 那個謝典玲 我都已經退黨了 你耍我嗎 都差點家庭革命了 對所以我覺得謝典玲 某種程度也在給 給郭董壓力 給郭董施壓 但是他們兩個有沒有講好 這個沒有人知道啦 就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 其實有默契講好 然後每個禮拜退黨一人這樣 不斷的領持國民黨 一人一周啦 對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這些人 其實某種程度也在給郭台銘施加壓力 不過我的瞭解是 郭台銘的確透過謝典玲 找了一些班底 包括了之前什麼劉坤禮 他也在這個團隊當中 然後就說這個劉坤禮 因為之前曾經這個 演理過實戰過這個連署方面的事情 所以呢他也已經把前置作業 以及真正開始連署的那些步驟啦 手續啦都已經告訴了郭台銘 所以你說郭台銘走到現在這個階段 到最後要抽手 的確看起來不太像 因為每一個 就是他已經著手執行在 對 他不能回頭了啦 對 不太有回頭路 但是到最後有沒有可能有一個談的空間 我覺得那個是之後的確有可能喔 只是現在他都在累積自己的籌碼 我的籌碼越來越多 我的能量越來越強 我對你們施加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都有利於我接下來要跟你們談判 因為我談判的條件叫做 我贈你付 對 那所以李正賀的講法是說 旁邊有些測試啦 怎麼建議郭台銘 因為你要有籌碼 你要對他們施加壓力 對侯友宜施壓力 你要對柯文哲施壓力 怎樣壓力會最大 就是你組黨 你只要組了黨 你就可以提名不分區 然後你提了不分區 是不是就可以提一些民眾黨 譬如說謝利公 謝利公不是在基隆也在那邊 想選不給選嗎 基本好像就退選了啦 對 然後那可是我 九十二億黨就給你這樣子的空間 而且你還不用選 自己在不分區 九十二億很好發揮的 對對對 然後有一些國民黨裡面的人 這個是不是過得不太舒服的 我這邊也可以容納 也就是說他會增加很多容納的空間 而這些空間就形成了對國民黨 以及對民眾黨的壓力 然後這些施壓都會迫使侯友宜 跟柯文哲你必須正視說 好吧 那所以都最後怎麼辦呢 是不是我的確應該要委屈一點 跟你談合作 談這個談判 所以三個人 郭 侯 柯 三個陣營的整合 我認為這是民進黨 接下來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會如何的 誰要委屈 誰會彈性比較大 然後他們會怎麼樣子的排列組合 而且要提醒的就是說 你看 朱立倫不是講出了 各式各樣大聯盟 載眼大聯盟 菲律大聯盟 執政大聯盟 你看他其實有一些立委層次的 有沒有在跟柯文哲談合作 看起來是有 就是說基隆 譬如說 泰壁如 美區等 等等的 就是是不是朱立倫的 已經在下面開始做這些動作 已經在佈局了 對 已經在佈局 那如果你談的差不多更多的 更多個區域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往上升 談一個更大局面的執政大聯盟 所以這些變化我覺得對於賴清德來說 都應該要 對 都應該要小心 必須要用一種一對一的打法 對方是全部聯合起來的 好 那所以回到郭台銘的部分 我覺得郭台銘接下來如何談不知道 但是他的步驟 我要出書 我823可能又穿個小軍裝 然後戴一個帽子 有沒有 然後 迷彩服啦 對 迷彩服 然後823的時候再創造一波 然後接連到9月13號 我要開始聯署 那他的聯署聽起來現在是要充 好幾十萬 近百萬 那個聲量就不得了囉 如果他能夠衝越高的連署的話 那其實對柯文哲 對侯友宇的壓力就會更大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是不是會迫使你 有彈性的柯文哲 好啦 就讓大哥 你先做一屆 然後我這一屆先跟你搭 這也是一種可能的路 所以現在各方都還在變化當中 那柯文哲現在 老神在啊 我現在民調超高的耶 我現在滿了不起的 那可是當郭台銘的動作 他的壓力開始大的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會是第一個哭的 因為郭台銘的 跟你柯文哲的重疊度是最高的 反而到時候壓力越大之後 對侯友宇來說 沒關係 反而是好事 反而對我沒影響 你們自己去廝殺啦 傷害的都是對方 對我來說沒傷 說不定對侯友宇來說 還樂見 郭台銘的壓力越來越大 國民黨現在怎麼看這一局 湘怡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這個朋友 好像對於柯文哲的火力 最近收斂了蠻多的 所以這當然會給人家藍白河 是不是已經有慢慢在布局的聯想 對柯文哲的炮火收斂 但是對自家人罵很兇 我們現在看到這位前國民黨秘書長 李乾隆 這在新北市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咖 李乾隆他怎麼罵 他說據他了解 確實還有兩三位政府一長純純欲動 他講跳船潮的部分 他說有意要退黨的人請三思 就是說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政黨輪替這件事情 因為一個民主國家 就是不要一黨獨大 政黨輪替是應該要有的一個過程 那既然國民黨或者是泛藍陣營 有這樣的一個認知的時候 大家還出現這種 很不團結的狀況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最終還是歸咎一個原因 就是要怪就怪國民黨自己 對 那大家的這個誠信到底是到什麼程度 因為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是一個企業家來說 誠信都很重要 包括我一直在強調說 郭台銘其實他一開始 在侯長被徵召的時候 他就在臉書上面答應了大家說 他一定會全力支持侯友 那現在他的這些動作 其實你說我們真的要去罵他嗎 去怪他嗎 有這個權力嗎 因為畢竟他就不是國民黨員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就是說服他 然後條件交換也好 動之以情也好 私下拜託也好 等等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是國民黨應該要做的 那我覺得現在的一個狀況 這麼混亂 我也是政治人物啦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很不理解 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那雖然侯市長的民調 現在的狀況 有稍微有起色 看到這樣四卡多的狀況 其實都會給大家一些信心 但是但是就是因為他的民調不夠好 才需要大家的團結 對 底下那麼多議長不聽話啊 就是跳的跳跑的跑 因為大家口口聲聲說要就是為民著想 但是呢你一句我一句 然後想的都是自己 然後又去跟誰合作 又私下又弄了誰 或者是又發了什麼跟郭台銘的扇子等等的 我覺得這些都會讓就是國民黨的這些基層的支持者 看了實在是受不了啦 對 那我覺得這些攻擊如果是來自於對手就算了 因為這是很合理 我常在說就是好啦 就是你們政黨 每個人政黨有政黨的立場 然後你罵我我罵你就是很正常 可是當這些批判這些批評 這些謾罵是來自於自己人的時候 我覺得是真的是 看了會真的很難過也很難受啦 所以我覺得黨中還是要拿出這個guts來 就是要想辦法把它整合起來 就像王金平王院長說的 就是其實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整合 那也沒辦法 但是至少你要嘗試著去做這件事情 那王金平就說 他說想辦法要化解 化解不了應該也要有所處理 不然侯市長要怎麼打這次的選戰 自己的人都整合不了 然後亂成一團 然後自己的人對自己失望的情況底下 要怎麼打贏這場總統大選 湘怡剛才講到 因為王金平前幾天 真的就是喊話朱立倫 叫他就要出來處理啦 不然現在這樣民調這樣敢不見 不過我們來看到朱立倫 跟侯友宜進辦 現在感覺是完全不同調 針對於謝典玲退黨 朱立倫還溫情喊話 他說謝典玲是藍營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情感上希望她早一點回來 可是侯伴這邊派出的發言人 王敏旭怎麼說 道不同不相為謀 所以看起來覺得你退黨就退啊 我也沒差 現在看起來兩邊 好像意見不太一樣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昆城議員繼續來補籌